碟入局今年招考名额超过1500名 其中运输营业的名额较多 分为高原级、原级与左级 其中以原级的入取率最高 落在10到28之间 运输营业的工作内容跟站务与票务相关 需早晚轮班 另外就是当车长配额班次跑车 薪赤方面 原级起薪约36000元 考试科目有6颗 包含选择题与生论题 工农科目有国文 法学知识与英文2颗 专业科目有4颗 铁路法 铁路运输学 民法 企业管理 另外左级的厂站吊车名额也多 入取率偏高 落在5到15%之间 工作内容在维护铁路正常运行 也需早晚轮班 考试科目有4颗 全部为选择题 共同科目2颗 国文 公明与英文 专业科目2颗 铁路运输学 铁路法 各位应该如何准备考试呢 第一 买书自学 优点 成本最低 缺点 容易抓不到重点 难以安排读书进度 第二 去补习班补习 优点 有老师教授考试内容 缺点 学费较高 且只能听一次 第三 推荐使用行动补习 有许多优点 第一 利用手机 平板 电脑 就能上课 第二 随时随地上网上课 第三 可重复听课 加强技艺 第四 有发挽管道 可以线上提问 过去长时间加班的科技业 工作压力破表 边缘的苏信同学 顺利考上了原级运输营业 还有格兜修 与月薪22K 公司有走劳机法边缘的 零性同学 也顺利考上了 左级场站调度 欢迎各位上网观看更多 榜单感言 现在加入会员 就能免费实听完整课程 拨打免费专线 0800-223-003 让专员为您做详细的说明 行动补习网 关心您